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丽妹好棒哦 再来 哥哥给我看 给我看 给我看 别吵 你看不懂了 小丽妹啊 别吵哥哥 同志长大以后再看 去醋局吧 小丽姐 好啊 太棒了 娘 我可以去吗 只要功课写完 做什么都行啊 小丽子 你这字写得好好哦 是吧 我可是借摩羯的笔来写的哦 真的 那借我 你这是摩羯的笔 你得问他 他答应了才行 好吧 我明天跟他借 那你的笑话全集看完借我 没问题 现在就借你 可是你还没看完呢 让你先看哦 谁叫我们是兄弟呢 好兄弟 那咱们去棍职吗 摩羯 听说用你的笔写 字写得特别好 哎 哎哎哎 可以借你的毛笔写字吗 借你的毛笔没问题 但写好字是不是我的笔 没有关系哦 真的哦 摩羯的笔真的特别好写 你写了就知道 小栗子 写完没 如果写完了 今天换咱们倒垃圾呢 哎呀 糟了 都忘了 咱们快去 现在还来得及 咱们这就去到 汤包的字 这里写得不一样了 汤包 我可以接来写写看吗 没问题 我写完借你 太好了 汤包也买笑话拳几看呢 是小栗子借我的 我看完了 正准备还她 那可以借我看吗 可以啊 你就先拿去看吧 看完再还小栗子 你写快点嘛 你写快点嘛 摩羯的笔真的特别好写 摩羯的笔真的特别好写 字写得真好哎 阿福 你赶快写功课 写完再看贤书 放心啦 你那好写的摩羯笔 等一下借我 我一会儿就写完了 没问题 阿福在看什么写书啊 跟汤包借的笑话拳几了 我得赶快看完还小栗子 什么 你跟汤包借的书 却要还小栗子 对啊 这是小栗子的书 你得到小栗子的同意了吗 没有啊 你没经过书的主人同意 就拿来看的书是头啊 可是汤包答应借我了 可书的主人是小栗子不是 哎呀 毛笔的头断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办 摩羯的毛笔被我写坏了 你糟了 你让汤包怎么跟摩羯交代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跟汤包借的摩羯的笔 你们怎么 哎呀 这汤包怎么专把别人借他的东西 像自己的一样借给别人呢 真是太胡闹了 怎么办 该怎么跟摩羯交代啊 没关系 就跟摩羯老实的道歉 他不会生气的 真的吗 可是我没经过他同意啊 汤包 你糟了 你跟摩羯借的 你得负责 我负责就我负责 对了 我借你的书呢 在这里啊 这么热闹啊 有什么好玩的 没什么 没什么 阿喜 你的背后疼了什么好玩的 没什么 没什么 摩羯对不起 笔被我写坏了 我没借你笔啊 就是你借我的那只 昨天我借了阿喜 汤包 你怎么可以不经过摩羯的同意呢 我想摩羯一定会加喜的嘛 不要紧 下次别再这样就好 这笔就算了 我自己也常写坏的 就说摩羯不会生气吧 汤包 我的笑话全集呢 看完了就快还我 我自己都还没看完呢 那个 你该不会也把我借给你的书 借别人了吧 在这里 还你 我借汤包的书 怎么会在你这里呢 我向汤包借的 很快看完了 它都好好的 没有任何损坏哦 你们 你们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 不过我跟你借 你应该也会愿意借我的吧 可是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这件事就不对 糟糕 小栗子生气了 小栗子 对不起嘛 我们是兄弟 你不会生气吧 我生气 我讨厌你们 不经过我同意的感觉 完了 汤包给小栗子闹翻了 汤包这么小气呀 摩羯比坏了都没生气 你们真该好好向小栗子道歉 我不是不生气 只是我不想生气 娘 咱们把你交代的东西 一样没少的全买回来咯 出去逛了逛 开心啦 没事啦 没事啦 对了 刚才阿福跟他娘特地送了这个来 人家是带了礼物来道歉 要请你原谅呢 拆开看看是什么有趣的礼物吧 大家还要做同学当朋友呢 你是要气多久啊 更何况人家都认错了 这孩子 哇 是玩具车 这可是咱们一辈子都不可能买的玩具 这下子你不生气了吧 不气了 不气了 小栗子已经不生气了 那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复局啊 你来干嘛 找你去复局啊 我才不去呢 去嘛 阿福跟摩羯他们也都要去耶 我不要去 刚才你不是说已经不气了 我是说不气阿福 说不气你 小栗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直在等你气消啊 我自己都还没看完就先借他啊 结果他们统统都看完了 感觉真是差劲呢 这样感觉的确很糟 看吧 方丈这会儿也跟我站在同一边了 不过我不生气 因为这不是您的书啊 是我不想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不要把事放在心里煎熬 与人过不去 方丈好 摩羯你来得正好 摩羯你告诉方丈 湯包对你做了更过分的事 什么事 毛病坏掉的事啊 我早忘了 啊 你早忘了 不如意的事 我很快就会把它忘记 留在心里 一点用处也没有 这是汤包要给你的 嗯 这是汤包最爱的球啊 是啊 但是她说最爱的球 也比不上她最好的朋友啊 小栗子 心胸宽大 自己才能活得快乐 进而帮助别人也活得自在啊 就因为汤包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才这么难过 小栗子 原谅我好吗 太好了 Hamm Shh 啊 耶 他赢 哈哈哈 编曲 有没有 词